城市里有田园 赏花 苹果 享生活 生菜自由 可以这么吃了 永久基本农田的方式 不会利用模式 农场里有故事 农品特产 份量足 工的干上了 母的被干上了 保证我们大湾区 消费者的工艺上面来 乡村里找精彩 文化融合 有滋味 97年的时候就这样搞起来了 越南归小的第三代 好像已经破了我感觉 工业园大变身 有看有玩 长知识 体验做家具的乐趣 不过我们的手指往前 今天的节目 带您走进广东深圳光明区 现代生活与田园农耕 似乎是大相径庭的两个场景 但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光明区 摩登楼宇的旁边 却有着一块市外桃园般的欢乐田园 这个地方种的是番茄 这个地方种的是番茄 青红柿 小青红柿 五百亿的田园综合体实属难得 这里共有约3750基本农田 种上了小麦 油葵 油菜花等作物 既能生产粮油产品 也有利于农田景观的打造 而周围的土地 则种植了番茄 草莓等作物 供游客采摘 在这个田园综合体里 记者发现一个特别的区域 这里的土地被分块种上了蔬菜 有工作人员在浇水 也有游客在这里采摘 自己种的 我们自己种的 共享菜园 就在这共享菜园 就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头 就觉得工作压力也特别大 就很放松 非常放松 是吧 您是就住光明这边 还是住其他 我公司在这边 这最基本的青菜不用买了 对 这青菜自由 可以这么吃了 我们给它提供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比如说一块五平方米左右的地 然后提供一个浇水 像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正在浇水 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它选择一些品种 选择一些品种 比如说这里 他们自己选的生菜 生菜 他们就自己种 种类还是很丰富 种类非常丰富 你像这个洪菜苔现在已经有点过季了 没来不及 然后这是菜腥 菜腥 包括这边的我们的甜玉米 玉米 玉米 他们自己种 对 自己种点小葱 小葱 小葱 然后生菜自己这个每周末 他们都会过来 每周末他们会过来 出菜长来真好 自己吃多少 玩了这个好几颗 然后自己做点这个韭菜 玩了包点饺子 而且我看这个有的地里边 还自己插了这个木牌子 这是自己画的吗 木牌是他们自己做的 表示这块地也是我的菜园的 小朋友也可以插一下 对 主要他们自己画 这个我们都要他们自己画 这样的话 这个表示自家的 自家的菜园子 这个共享菜园子 是我们去年做的 目前大概有一百户左右 一户就是一块 一户一块 人医告诉记者 市民按照每月一百多元 来支付共享菜园的租金 农场有专人对果蔬 进行养护 发视频 图片 交流种植技巧 除了共享菜园外 这个田园综合体里 各种类型的土地 都有专门的利用模式 在一块草坪绿地上 一场特别的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是我们战略合作方 一起合作的一个 狗巴迪的一个障碍赛 狗巴迪障碍赛 那是人和主人和宠物 一起参加的 对 就自己带着自己的宠物狗 然后一起跟 一起这种跨越障碍的 这种地上 那就是像这种活动的合作 对于咱们这个整体运营来讲的话 它的好处都有哪些 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引游的一个目的 人与宠物在亲近自然的空间里进行运动 这是难得的生活体验 不单是这个和宠物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障碍赛 儿童亲子赛 这种参加的人 因为它是老品牌的活动 这个参加的人就比较多了 就来参加这活动 是不是也会对您的这个 比如采摘啊 或者其他的体验 这个消费 对 带来一些促进 这种影响一定是对我们本身 这个园区的这种经济的带动 包括我们说对于二销的带动啊 对于我们这个周边的影响啊 其实对整个区域的影响 其实都非常重要 据人医介绍 仅靠承接各类户外活动 园区每年就能获得超过 100万元的综合营业额 而更多的农旅融合项目 也正在开发当中 田园文旅业态在这里出现 与光明区的发展历程有关 光明区这个名称 来源于1958年成立的 以为香港提供农副产品 为主要业务的光明农场 随着城市化发展的进程 虽然一部分经营业态 已迁往其他地方 但一些特色农产品 却依然是光明农场的名片 光明乳鸽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格式也是1998年建的 当时你看这个木头 都是从印尼进口回来的铁木 这个铁丝网也是从香港进口过来的 你看这40年还是好的 从那会儿这个已经用了40年了 养鸽子的话基本上都是 因为在1979年我们不是很多越南硅桥回来的 当时我们这里就基本上安置了越南的硅桥 硅桥一会儿就有就业了 有事做了 邓家震告诉记者 大宝歌厂成立于1982年 第一批职工以南下之青和越南硅桥为主 他们引进美国的落地王歌品种 经过培育形成了大宝黄歌这一本地品种 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里边是有工的 有母的 对对 是混养在一起 他们在里边互相培养感情 是 怎么能看得出来是有感情的 你看先生这个 你看那个工的就追着母的 对对对 他现在在求偶 他这个脖子上面那个毛就支起来 鼓起来 鼓起来就是工的 代表是工的 那么他在周边的转型在求偶 看来刚才那个对他可能不是太感兴趣 对他有点工的看上了 母的 母的没看上他 是 他得互相能看得上才行 对对对 他好的就会追去看上好的 然后他就有利益 他那个好的基因结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后代总格就会更好 对对对 所以必须让他们自己进行选择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在互相 出出毛 这是不是说明他们俩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有感情了 经过自由恋爱配对成功的鸽子 就会入住一个个隔间 休养生息 繁育后代 大宝鸽厂的工作人员四位鸽子 用的是延续了几十年的配方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鸡料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高粱 主要是高粱 意米 豌豆和小麦 就是这四种 这是最主要的 也是属于五谷杂粮 也是属于五谷杂粮 对对对 是我们大宝的一种特色的喂法 因为这样喂出来的鸽子 它的肉质比较好 比较纤维 大宝鸽厂的乳鸽 封场了四十二天出来 经过清洗 卤制 油炸之后 便成为了十名全国的粤菜 红烧光明乳鸽 这道美食最早是光明农场的 光明招待所推出的 曾获奖无数 被当地人誉为天下第一鸽 是几代深圳人的舌尖记忆 而同样写进深圳人记忆的 还有光明农场生产的牛奶 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干嘛用的栏杆上 这是可以活动的什么 你看它这个牛头一出来 它是属于锦夹 锦夹的话 这里是让它有这个空间出来 它低头才去吃料的时候 它就把它限制住了 就变成这样了 就不让它来回摆动了 这个就是它能够固定在这里吃 用它吃好了 再一抬头 它自动又把它回来了 它就可以出去了 防止它左右通吃 是吧 反正上还是要把它相对的稳定比较好一点 在我们这里的话 一天我们能产30的牛奶 30吨 在2010年之前 我们是每年要供应香港市场1万多的牛奶 1万吨 我们累计给香港市场 之前我们累计供应了30万的牛奶以上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的牛奶 还是像保证我们大湾区消费者的供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麒麟 麒麟頭 它的造型就跟傳統廣東武士那獅頭就不太一樣了 相差區別的話很大 尤其是這個腳 上面有一個腳 而且我發現一個區別 你看這個是頭 那個是尾巴 這過來一二 兩米多長 是吧 這算短的 還有更長的 五米 我們原來的是五米 那它這個長度就和武士的那個身子就不一樣了 在進口村 每逢重大節日 當地人都會用麒麟舞的形式 來表達迎祥納福 祈求風調雨順的願望 麒麟舞柔合了武術的身法 物法 舞起來歡騰喜慶 可謂村裡最具實力的氣氛組 就我知道的我們太公的那一代他就有這個當時的話不是這麼簡單的我們村在這裡拜三拜就剛才開始的時候拜三拜開始出去然後回來的時候拜三拜這個過程可能是一個月 哦 九七年的時候吧我們一般老人家就九十多歲的那一批他們因為他們舞過 然後他就覺得我們不能斷了這個傳承啊 他就向當時的光明農場的那個廠長提出了這個建議 他的廠長非常支持馬上就給了一筆錢 哦 九七年的時候就這樣搞起來了哦 就這樣才能傳承下來 是 如今有著百年歷史的麒麟舞已成為一張文化名片 講述著進口村原住民的故事 而在此定居的越南龜橋也留下了獨具韻味的文化 在村口三棵龍眼樹的掩映下就有這樣一間小小的傳統越南風味飲食店 那像這一大盤這都是什麼東西啊 這些是屬於東南亞的植物香料主要就是用到菜式啊調料啊那種菜式裡面了 哦就是做的那麼比較正宗這種越南風味的 啊對對對 美食要用到的哈 對對對 這是南疆是嗎 這是南疆 南疆 嗯 它的味道很獨特 對對對 嗯 很香很香 對 這個是什麼呀 這個我好像在其他地方就沒見過了 這個就叫做甲楼葉 甲楼葉 甲楼葉對 哦 海南廣西那一帶現在還是挺多的 哦 這個是那時候我們的那個僑民 嗯 移植過來帶過來種植的淡淡的胡椒的味道 對你可以捏一下聞一下 這個很獨特 你一般餐廳是沒看到的 哦是 啊 我們這邊很多的 除了用來做煎餅以外我們就用來打湯 那像您是第幾代呀 就過來 我是龜橋第三代 越南龜橋的第三代 哦 爺爺那輩過來了 然後我爸是這邊的村莊的流水席 嗯 流水席的大廚 哦 所以從小就就就見慣了 嗯 就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做吃的 哦 向仔平家的休閒小站 主要售賣咖啡 茶點和一些經典的越南風味小吃 要說最具异國風情的 越南春卷一定算其中之一 哦 這就是皮呀 對是 這個是米皮 從越南那邊親戚幫忙拿回來的 拿回來的 是吧 我還以為這是塑料紙 從那加著米皮 原來這就是米皮 對 這就叫米皮 越南的一般都是用米皮 啊 這邊廣東的很喜歡就用麵皮 它燙的很平 哦 而且還非常的薄 對 它是很薄很薄 來你看一下 我看看怎麼薄啊 這些看著是很簡單 但是包好了 下鍋能不讓它爆出來 嗯 這就是技巧 哦 要包著兩邊捲實來 嗯 一邊寬 對 那兩邊在這邊 嗯 一 看著是不是很簡單 對哦 這好看啊 半透明的 對 先捲一圈 對 哦 感覺好 這個不是特別結實啊 這個皮現在 對 好了好了 捲到這樣子就好了 兩邊 兩邊折起來 然後兩邊這樣 啊 兩邊折起來 對 折過去 哎 這有點像包那個北京烤鴨那個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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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包的 這樣 要包的 那個 剛好 哦 剛好這塊燈 對 接上 對 對 接上啊 那這皮就歪了 沒事沒事 然後再再往前捲 啊 往前捲 慢慢捲 嗯 那我好像已經破了 我感覺我這個 沒有啊 包得很漂亮啊 這樣就行了 哦這有些褶皱沒事 沒事有褶皱沒事的 哦 每一位客人的感受 村口的這個區域 原本是村民們納涼的場所 也是向仔坪從小長大的地方 這是跟像我們兒時也我們的回憶長大的地方 嗯 而且就後期就想回來就在村裡面開一家 哦 以前這塊沒有這個店 沒有這個店 以前都是小麥部 哦 小麥部 嗯 小麥部 完了後來是怎麼想到要在這開一個餐飲店 後來是 我叔叔回來 蘇州回來 然後 呃 就說 這個地方那麼好 老是就小麥部啊 這樣子 感覺 呃 就有點落 落骨了一點 哦 我們就想著 我們是朝明 那 然後開一家這樣的 茶館啊 喝咖啡的啊 把我們的兒時的菜式可以流傳下來 全程下來也是一個很好的 良好的鄉村環境不僅利於本地居民開發文旅業態 也吸引了外來的創業者 湖南永州人王俊波在十年前來到進口村 以每個月八千元的價格租用老民房 並精心改造成一間以宋代點茶技藝為主的文化館 吸引深圳市民來此體驗 那呢原來就是這大門 哦 以前大門開在這 從這進來 進來呢 這個地面呢 是斜的 哦 所以您現在是有一個比較 所以我把它找平以後呢 反合的這個台階 而且才弄了這麼個台階 以前是歪的 它是一個水槽 看起來特別的壓抑 哦 上面有個水槽上的 對對對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弄了這麼一道門 剛好就 感覺就順暢了 它這邊的話呢 全是小屋子 哦 都是小屋 小屋子黑不隆隆的 哦 您就把它全打開了 黑不隆隆的 所以呢 我呢 為了借這個光 嗯 你看借這個光就打了這麼一扇 這個大窗 這個窗戶以前沒有 是吧 原來 原來沒有 這是扣打的一個窗戶 打了這麼一個大窗 然後就把它關倒進來 還有 這個視野呢 就開闊了 所以站在這裡呢 就可以環顧四周的感覺 得了這麼一個樣子呢 我就看到了很開心 我就把它 在我眼裡 它就是個寶貝 哦 所以我就打作出來你看就有了現在這種味道 嗯 是吧 除了傳播茶文化 王俊波還把永州血鴨等家鄉美食帶到進口村 豐富了經營業態 如今 這間文化體驗館的月營業額能達到十萬元以上 成為進口村新移民文旅創業的典範 除了借助鄉村環境 開發文旅產業之外 在光明區 還有人將工業園區改造成了文旅綜合體 這裡原本是一個以生產紅木家具為主營業務的工業園 如今卻融合了特色景觀 餐飲消費和文化體驗 成為市民休閒放鬆的去處 咱們這裡是一個家具體驗館 家具體驗 對 做家具的一個體驗 對 做家具的一個現場體驗 那麼我們通過開放這個項目 像週末有一些家長 包括帶一些小孩過來我們這邊體驗做家具的這種樂趣 那就寓教於樂了 對 這邊是一個做快者的一個案例 這個都是小木棍是吧 小木棍 對 然後是放到這個裡面 對 放到這個槽裡面 拿這個去抱它 是吧 對 這個往下壓 如果我們這個手指往前 其實就做到一個可以 夾具 前面的這個手指頭就頂著它 對 還要通過往下按 就是有一個摩擦力 像這一種工具 就是我們最早的 就是這種紅木生產的一個工具 這樣 對 這樣刨的力度就夠了 那麼我們通過刨 包括後期的這個打磨 就形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個筷子 做完之後還能有一個紀念品 是 是 來一雙筷子帶走 是 是 我們這個已經訂製了印章 包括你來了之後 把你的名字給了印章印上去 那這個價值就更加長遠 除了親手製作筷子 在園區裡還能看到百年黃花梨 大型損卯裝置 和傳統木工展示等景觀 便銷售為體驗 從產業中挖文化 我們通過打造這麼一個紅木小鎮 這麼一個雙天 通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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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性的 先傳這種傳統的一種文化 嗯 那我們會吸引一些遊客過來 嗯 他可能 不一定是買紅木的 嗯 他可能來旅遊 來參觀 那參觀途中 那我們會 這個 給他介紹 或者是給他 這個 一些的說明 讓他懂得我們傳統文化 我們的紅木 這種損卯工業的傳統文化 他慢慢就會了解 嗯 這種文化 那這種文化 他這種對自己 也是一種很好的 一種修養 或者修為 或者我們傳統的東西 每一段經歷 每一塊土地 都能挖掘出 獨具韵味的文化脈絡 從而 為文旅發展 提供素材 在深圳光明區 農 商 文 旅 巧妙結合 發展故事 成為賣點 政府主導 企業聯動 有實之事 輕情助推 勾勒出現代化產業格局 企業人員 為了 運用 寶貴